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嘚嘚 今天来做一个招财猫手帐本 打开这里有两个卡槽和一个口袋 可以用来写新年手帐 裁剪A4纸来制作书页 这里我用的是卡纸 大家也可以用普通白纸或者作业纸 裁剪自己需要的数量 先在其中一张书页上打孔 再沿这里四个孔眼将剩余书页打孔 直接用绳子沿孔眼记起来 记的时候注意不要记得太紧 需要留出一点空隙便于翻页 这就是小本子的部分 然后我们用纸板来做一个硬壳的封面 裁剪两张12厘米乘17厘米 和一张1.5厘米乘17厘米的纸板 包上白色纸 纸板和纸板之间需要留出空隙便于折叠 其中一个面画上招财猫的图案 先将小本子固定住 再来制作卡槽和口袋 13.5厘米乘21厘米的花纹纸 留出视频中的尺寸 裁剪粘贴成一个小口袋 8厘米乘10厘米制作卡槽 裁剪后在三条边边上贴上双面胶 另一个卡槽可以做一个透明的设计 再将卡槽和口袋组合在本子上 最后可以做一个固定本子的卡扣 为了让纸板更好的弯折 可以将纸板的表层撕下来一层 再用纸包一下 描一个爪爪的形状 找好位置固定在本子上 还可以转一个小圆环用来放笔 粘贴在这个位置 最后用魔术贴固定住 对了这里的卡槽为了更方便的取出卡片 我们可以剪出两个小缺口 完成 哈喽哈喽我是堆堆 今天来做一个牛牛钥匙扣 先在卡纸上画一个牛头的轮廓剪下来 再拿出一张卡纸贴上双面胶 画出一些同样大小的图案 没有贴双面胶的卡纸上画出一个图案 画好后将这些图案剪下来 没有双面胶的图案粘贴在最后 不平整的边缘可以用打磨条磨一下 然后画出牛牛的五官 为了更好看可以将边缘的部分也涂上颜色 再来画两个小缘制作牛牛的鼻孔 这里可以做成一个镂空的前臂形状 粘贴在牛牛的脸上 裁剪一些1.5厘米乘2.5厘米的卡纸 粘贴在一起做一个起伏牌 鞋上注丝 用锥子戳孔刮上钥匙扣 起伏牌和牛牛之间用小铁环来连接 口罩上剪下来一段涂上红色 这里用口罩中间的材料 绑在钥匙环上 同样可以写上文字 完成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嘟嘟 今天来做一个玉手护身符 用15厘米乘7.5厘米的花纹纸折一个小袋子 先折叠两条边 再对折标记一下 沿标记点折三角 这个角对折 再将剩余部分对折 两边贴上双面胶粘起来 小卡片上写一句注词粘贴在袋子上 这就是护身符的部分 在这个位置打孔 文件袋上剪下来一块 做一个透明的袋子 直接沿这个大小来制作 来吧 护身符装进透明袋子里 打孔的位置标记一下 沿标记打孔 标记向上一点的位置 再打一个孔 用编绳编一个粗浆草结来装饰玉手 编绳一长一短折起来 长一点的这边捏成圈穿进第一个圈 捏住这个位置 再捏一个圈穿进上一个圈 下面的圆拉一下可以将绳子收紧 剩余的绳子穿过左边和下面的圈 上面再留一个圈 注意这三个圈才是草结的耳朵 绳子向后绕 从这个圈出来 将绳子收紧 就是一个结 抽拉边绳可以调整大小 写下自己的心愿放进玉手里 这里我还放了我的幸运钱币 再将我们刚才编的结穿进小孔 从上面这个孔出来 直接用透明胶粘贴封住 再打一个死结固定 四个角会有一点扎手 可以剪成圆角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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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